其实我们也在思考说 怎么样可以多去学方式 多去看方式 因为那个是最直接 可以关心到对方 而且最能够了解体会病痛的 因为像我说了 我爸爸也有这样的问题 包括可能我身边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关心 那如果可以透过仿式 学习到这一块的话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 都可以去关心它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幸福魔法师 那么在词记里头 可能都会听到这八个字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今天我们来跟这个师姐 来谈一谈的是 她在做仿式当中 想要做到的一种精神 我们来欢迎的是小燕师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欢迎的是在剧中饰演 詹心源师兄的唐峰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唐峰 这一位的话呢 真的是在我们剧中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呈现 包括是整个妆 还有整个要表演的一个模式 非常非常特别 一定要跟他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欢迎马国毕 是的 感谢漂亮 欢迎美丽优大方的毕丘姐 还有全球的师兄师姐 大家好 我是马国毕 第一道马国毕在我们的这个剧当中 饰演的是有这个云霜的患者 阿和 你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啊 怎么样去做这方面的功课 云霖险症我记得就是 他就是那种皮肤是那种非常干燥 然后很容易就裂开 那其实阿和师兄 他还有骚趟上的这个 记录过 所以他脸上就是没有什么眉毛 然后其实他毛发也都是很少 然后有时候如果皮肤抬干的话 那裂开都会化濃 然后就是会有产生一些味道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 想说要叫我演一个这个 要怎么去诠释 但是其实后来整个剧本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其实跟我 前一阵子的心情有点类似 有点接近 就是他虽然是在外表上面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自卑感 然后就是觉得他不敢面对人群 他也不敢走进人群 那我有一阵子 又有这种心态 又有这种心情 那我也觉得说 然后又看到那个小燕师姐 他这么的用心 然后把这个阿和师兄 从最阴暗的角落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这样带出来 然后就光看剧本 我就觉得说 哇好像我也受到小燕师姐的那种 那种引领 然后就慢慢的走出来的那种过程 那种过程 一个是给予 一个是接受 人家说其实慈激人是要给对方 对方要的 那时候你觉得他最需要什么 我们第一次去砍他坐在楼梯上 我说没事啊 你怎么 我说你怎么不进 我们进去就 你没有位置啦 你坐在这里就好了啦 我就要打开那门 说不要打啦 是就味道很严重 那我说那你 就跟他话家长啊 你平常吃什么啊 就有电锅啊 用米油煮饭啊 买罐头来配啊 那当下我就想说 我回去喔 已经要来找喔 看有没有电池乳还是瓦斯乳 来让他吃新鲜的蔬菜 对啊 后来他手这样 我衣服都送洗嘛 我说 我也要来找一个冰下 那个洗衣机 反正我去他那边一趟 我都想发现他一样没有 但是我都没有跟他说 我都默默的 就是这样子 搬过去 默默的这样搬过去 那有一次他就说 师姐你们各区关怀不一样吗 我说没有啊 那时候我害怕以为是我做的不好 你知道吗 我说没有啊 都一样啊 那我就这样子 把他从五到五 后来我想说 如果有一台电视机 可以让他很大一台 我只要想啦 回到家里都有师兄姐 说我这有兵修这有什么 我那时候真的很棒 就马上喔 我没有停顿我马上转送过去 对 我都是这样用 去关怀一个自己的亲人的那种心理 同理性去关怀 其实我们有时候没有接触到慈悸的人 最感动的就像是这样子在听故事 那事实上唐峰玉自己也是慈悸之工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也是多时间才能够去投入 你觉得光是听小燕师姐叙述这一段 怎么样去看待慈悸人的这一种精神 仿饰的精神 其实我们也在思考说 怎么样可以多去学仿饰 多去看仿饰 因为那个是最直接可以关心到对方 而且最能够了解体会病痛的 因为像我说了 我爸爸也有这样的问题 包括可能我身边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关心 那如果可以透过仿饰而学习到这一块的话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可以去关心它 包括可能演艺朋友 因为其实蛮多的演艺朋友 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 包括跟我自己 但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其实朋友会教得越来越少 为什么因为都在工作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教朋友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可能工作的事业越来越下 因为都在这个圈子里面 也没办法离开 然后再来可能跟家人互动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时间都在外面 所以很少会掉在外面 可能发生了口角或争执 没有人可以协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了解 如果可以把这个仿饰学得很好 将来用在一个演艺圈里面 用在一个艺人朋友之间 它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仿饰的精神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很透彻地了解的时候 它就可以很自然而然地 先用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对不对 那像这个 你觉得在阿和的身上 是不是也因为小燕师姐 其实来每次这样蹦蹦跳跳的 然后也都不会感觉上说 把她当成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看来 而让她会心情上面有一些转变 对 她从 我们从在戏剧上面的呈现是 就是 就是小燕师姐 她其实是有很多的步骤 就一步一步把我带出来 然后第一她先让我让我觉得她跟我可以接近 因为身上会有味道 其实我会就是比如说有人靠近我的话 我就是就是一定会自己躲开 那但是小燕师姐都说你干嘛躲 我说难道我身上的味道你闻不到吗 其实她有闻到 但是她是想说我鼻窦眼我闻不到 让我就卸下了一个就是她闻不到我的味道 所以我也可以跟她靠近一点点 对 那后来又知道说原来小燕师姐 她本身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就是常也是禁宿医院 然后就慢慢的去 其实也是感动到阿尔师兄啦 就会觉得说 有一位师姐她自己本身都 身体状况都不是这么好的 她还可以付出这么多 她可以去关怀别人 她可以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她就慢慢被小燕师姐感动 然后两个人也算是姐弟相称 真的喔 小燕师姐你在做到访试的这样子 一个一个个案让看 有没有去回想一下 你小的时候爸爸在村阿来 他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也当时候就叫访试的 对啊 就是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两个女儿都说 你很承担阿公耶 一个阿公很激活 就是你又承担 我说没办法 阿公讲的啊 所有的兄弟姐妹只有我像他 我说你也不要吓我 你们两个不是老是从学校 同学有问题不是都打到我们家来 我说你们自己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对 你不能怪我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换成邻居 他们都会什么问题都会来请 尤其文书方面 他们都会来请我写 这样子 不然就是要申请什么 我说你资料给我 我不去帮你申请 一传十四传百嘛 现在整个社区只要说谁有问题 他说你去哪一种 那个四楼一个矮矮的戴眼镜 他都实际哦 他人很好哦 他什么都知道 你赶快去找他 就这样子 虽然没有挂上那个 此林的林长的牌子 但是就是一个什么都包 非常热心的林小燕师姐 我爸爸在世的都叫我宅长 宅长 对 阿地下里长 其实这样子也是不错 一个非常 热心公平 对 而且是爸爸以这个女儿为荣 会发现说 我们这个热心助人的家风 有传承下来 非常的棒 也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家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